国内疫情趋于平缓 确诊人数稳定下降 各界关注6月28日 三级警戒是否能解封 陈时中也在记者会上表示 目前并没有要往下降 解隔离或者解检疫的时候 做筛检 那现在已经是一个既定的方向 这是一个既定的方向 那我们这要跟地方来讨论 说执行的一个细节 那这两天就会公布 那在6月28号 现在当然大家看到疫情确实 确实疫情是少 那我们现在渐渐要把 希望能够 就是说相关的县市 是不是能够清零 那这个比较有一个 原来有社区传播的 怎么样再做一些 採检的计划 然后来确实掌握 这样的一个疫情 那希望最快时间把它控制住 那目前 没有说要往下 因为我们往下 在二三级的条件 我记得是三企的 一周内有三企的社区 社区 社区感染 社区感染 社区群聚 那十企 十企一个 就是没有感染源的 不知感染源的 这样的一个确定的病例 那目前我们还是比这个高 那我想看起来一个礼拜 就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要持续的观察 这两天的一个疫情的变化 那我们希望能够 能够把它 即使就控制住 不过虽然6月28日解除三级未果 但陈时中也透露 在研议针对不同场域与县市疫情风险 做不同强度的防疫措施 也许未来低风险区域防疫强度 可以稍微低一点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